精英杯B組的賽事 傑志在旺角大球場對香港U23 兩支球隊在五日之內第二次交手 五日之前的超級聯賽傑志以7比0擊敗了香港U23 來到精英杯的賽場 首先要接招的是傑志 旺振鵬守住最後一關幾乎先失守 接下來的形勢也是傑志稍為佔優 入球出現時間在8分鐘 功臣就是他 薩根巴耶夫 來自吉爾吉斯的左翼 也拿到他來到香港的第一個入球 早段時間就是憑他的入球能夠令傑志領先 顏浩天是整場比賽 替香港U23守住最後一關最重要的一個人 其實整個比賽這位年輕人表現相當穩健 打出了潘沛軒的這次射門 不過在整場比賽傑志都是攻勢比較多的一方 香港U23偶爾嘗試打一些反擊 香港U23在今季的精英杯連輸了兩場球 分別是輸了給標準流浪和東方 而傑志方面在精英杯只是踢過一場球 就是擊敗了東方 來到香港U23這場比賽當然希望可以爭取到兩年勝 這個機會就是給到張廣然 貼到下來但是蛇中亡側 張廣然也是在這場比賽 是第二次為傑志在精英杯正選上陣 接下來也是見到傑志的攻募機會 射波就是黃楊 黃楊也是第一次以正選姿態披甲 帶著一群年輕人 這個機會就是看看怎樣搞 起就起到腳的又是你 張廣然 上半場比分是1比0的傑志領先 接下來是下半場加油 傑志嘗試把攻勢再做得快一點 這次機會又見到潘沛軒交過來 這邊被趙聰不起腳 但是這個攻勢是柱邊出的 其實在整個下半場 傑志去到50分鐘開始 就不斷嘗試找機會 這下的攻門機會就是由曾二恆去起腳 出球的這一位就是趙聰吳 一浪接一浪的攻勢都是在傑志這一邊 薩根巴耶夫 拆動反擊 交過來這邊 起到腳 但是射中橫尾 這球球 起腳的這一位就是鄭展龍 接著又見到傑志的機會就是來自這下佛球 射得漂亮救得也漂亮 射球就是這位99號的潘貝軒 但是這個射門就被顏冬天擋出了 香港魚仔衣就嘗試去找一些可以攀平的機會 不過這個射門就考驗不了黃鎮潭 接下來就見到在寶時階段 顏卓斌是為傑志在寶時的三分鐘 將比分改寫成2比0 而傑志最終以2比0擊敗了香港魚23 在精英班得到兩連勝 有感謝大家 我們拍一下